记者吴生如基隆报道,基隆一名陈姓女子在与刘姓女子沟通伤害案件赔偿事一时,不满对方言论,竟在商谈过程用,用LINE语音留言枪流女的欧姓女有人乃讲重点我,我现在再给乃最后一次机会,要那么枪没关系,乃们就等住死,欧女赶紧跑到警察局对陈女提出恐吓告诉。 基隆地方法院审理后,认为陈女已加害生命,身体告知欧女,使她心生恐惧,但考量双方事后达成和解,判处陈女拘役20天,得一颗罚金2万元。 检警针讯时,陈女一度变称当时那些言语,是跟身旁的有人说,并非针对欧女,但欧女提供LINE的翻射画面,文字显示双方正在沟通,而陈女又刻意用语音留言传送给被害人。 法官认为,双方已经达成和解,解欧女已撤回告诉,考量陈女的家境与犯罪动机,目的,手段,予以一颗罚金。